嗨 大家好 欢迎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到了伊乌西台的一家海鲜自助餐厅 它上面写的是港海人家自助火锅 我第一次就是来自助的这种海鲜餐厅里面吃饭 北方人我没有吃过这种就是南方的这种海鲜 种了很多嘛 然后没有尝试过 然后今天我第一次来 但是它这个消费太高了 平均就是一个人的消费它是168块钱 然后我们是三个人 然后他这边要收取50块钱的一个押金 这是一个正常的流流流程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三个人的一个费用是504块钱 这个价格有点高 太高了 我是个人觉得有点高的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等一下我现在等朋友 然后他们一起过来 我朋友他现在来了呀 然后我现在要我们要一起去找那个吃的了 等一下再见吧 我们来吃那个海箱火锅了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看我的朋友吧 OK 那我们现在吃啦 他这里还有这个水果 都拿点黄瓜条 我是挺喜欢吃黄瓜条的 嗯 嗯 嗯 不错 不要浪费 嗯 迷糊头 还嫩也很新鲜 差不多了 OK 拿了然后自己烤吧 让他们给我烤吗 让他们给我烤吗 要自己烤的应该是 那里有盘子是什么 自己烤的 OK我先拿一个盘子 他从下面拿盘子 然后过来再烤一盘子 这夹子 这是啥呀 这个应该是鸡腿吧 拿少一点 都每样都长一点哦 这个应该也是鸡肉吧 他这个摆盘真的好漂亮呀 好精致 闻起来 特别香 这里还有牛羊肉 看起来好新鲜 呃 拿就行了是吧 拿上两盘吧 我们是三个人 牛肉还是羊肉 呃 一盘牛肉一盘羊肉吧 怎么样 嗯 这边是羊肉 这边是羊肉 拿这个吧 羊肉的 OK 先放一下 卖卖卖点啊 好这边他是配的一些这个菜 这是烧 这是什么菜呀 烧烤菜吗 烧烤菜吗 哇 那种类很多呀 这里是调料区 蘸配料区 我现在来到了这一个 一屋的一家清蒸的海鲜自助火锅 给你们看一下 赶喊人家啊 是穆斯林达 海鲜 海鲜 虚脆就是海鲜 哇 他这个里面这里写的是海鱼里 里面有好多好多吃的 太好了吧 我是一个人去吃 所以我担心我吃的有点 不是很多 没关系 试一下吧 海鲜的一些区域 特别多 一些海鲜 这个是虾 这里还有鱼 这里还有鱼 这一块它是烧烤类的 这里烤的东西很多 种类也是很全的 那我的话我就想要烤一些牛肉羊肉什么的 OK 那我就拿上一点牛肉 这里还有一些蔬菜 烤一个土豆片 OK 再烤一点整个虾 腌制的这个虾 特别好吃 还有鸡肉 还有腌制的羊肉 再来一块这个香肠 牛肉香肠 这里是牛肉 然后这里是羊肉卷 OK 我要两盘 这里是披萨 还有这个甜点 还有这个蛋挞 这边还有一些 不一样的产品吃的 哇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寿司 拿上两块 拿上一点吧 来一块寿司 再来一块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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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的好漂亮哦 这里是水果区 水果真的很多 种类很多 很齐全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 就要把这些虾 全放在这个里面 锅里面让它先煮着 让它开始先煮了 好快死 再来再来一块 先吃 好 很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